我們試著用一節課 這一張 這節課把第六張 全是重點 全部講完 精華重點 我把我人生的精華 取決之後 我都挖出來給你吃 平均一張slide 平均一張PPT就一分鐘 但是我就講重點 好嗎 來我們看第六張 第六張機械製讀實習 我們上冊 第六張 手段標註與作解 這是非常重要 這是你們考證照 裡面的重點 絕對是重點 我們看 末之一蓋梓 進來走入圖 跳過 你看 這一面就已經上過一面了 畫重點 課本 拿出來 描述一個物理 必須去方畫形狀跟大小 形狀大小圈子來 到時候我們要畫仕圖 畫完仕圖之後 你要標註它的尺寸 尺寸就是尺度 尺度 請你把尺度圈起來 尺度 dimension 圈起來 就是表示距離 長短 你叫尺度多少 10 10 10mm很小 距離很小 尺度標註的目的是決定物體的大小 把大小圈起來 size 還有位置 位置 位置 來 你的尺度多少 30 從哪裡開始量 基準點 就是跟位置有關 有的人說30數從頭往下量 所以物件的大小跟位置就跟尺度有關 所以物件的大小跟位置就跟尺度有關 這樣知道嗎 好來 正確的尺度要標註 對於施工製造者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們是第一線 你們都是會製造的人 到時候要標尺度 標對尺度 人家怎麼去加工 才會做出正確的東西 你說對不對 對 OK 好 這一頁已經講完了 來 基本尺度規範 我們現在講到第幾頁 講到150頁 請你趕快畫重點喔 這裡有幾個東西的專有名詞 你一定要知道 第一個 這個東西叫尺度界線 來 請你把這兩個畫重點 這叫尺度界線 尺度界線就是boundary 那把什麼夾在中間 尺度線 橫的叫尺度線 有箭頭的叫尺度線 尺度線上面會放數字 把數字圈起來 兩頭有箭頭 這個有規範規定 他怎麼畫喔 同學 等到你們到製作中場畫的時候 你要趕快畫隊友 再來 有的東西會有尺線 尺線是細的線 另外再拉出來做說明 這個說明叫註解 OK 這個叫追度 這個叫追度 上面寫一下 追度 現在寫 我現在先講 追度 因為這也是考試終點啦 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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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什麼 紫徑 紫徑 YES 有沒有人會唸 FIRE FIRE 對不對 Diameter FIRE Diameter 就是叫做直徑 超起來 小邊就來 唸成FIRE PHI FIRE 這叫佛號 OK 2乘上45度 這是什麼東西 倒角 倒角 2是什麼意思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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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45度 錯 2MM 2MM 小朋友 圈起來啊 我現在教了那麼多 還有人知道 2MM嗎 這個超夠2MM嗎 這個要續跑課的小朋友 轉過來啊 2MM大不大 2MM大不大 2MM大 2MM大 很小啊 很小啊 徐鵬哥有沒有養雞啊 雞有沒有看過雞交配 這個很重要哦 打星號 5顆星 好 一夜講完了啊 小朋友 好再來 這個有慣例 看看 這個叫做尺度界線 你把尺度界線圈起來 尺度界線有各種努力哦 哦 這叫尺度界線 各位同學 尺度界線有一個重點哦 尺度界線跟輪廓線有沒有連在一起啊 沒有耶 小朋友把這裡圈起來 打一個5顆星 沒有連在一起啊 沒有人跟人的連結哦 好嗎 尺度界線要用細時線 細時線圈起來 細時線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CNS 有分細 中 出 對不對 CNS A3圖紙 有規定細中出 我現在寫的你要抄起來哦 細中出請問多細多中多出 請你告訴我 不知道 不是你想多出就有多出 你有多出 你有幾根 0.2 0.4 0.6 超起來 規定 A3圖紙 0.2 0.4 0.6 更好去 246 對不對 等到你們首會的時候 你們會準備三種 自動鉛筆 首會哦 這個是規定哦 中間這個是規定 等到你們首會的時候 細中出請問你們有三種 粗細的自動鉛筆 請問哪三種 0.3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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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太好了 very good 好像都-1 太好了 全部都-1嗎 0.1 0.1 大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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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是不是跟我們首會相差 -0.1 這個同學的智商絕對超過我 他已經 超過0.1 他沒有一個公差 好 寫起來哦 來 矽時線 有1mm的空隙 圈起來 尺度界線 近似平行 來 把近似平行圈起來 什麼東西叫近似平行 就是這個尺度界線 跟這個地方 輪廓線 好像靠要平行一樣 當時候 到時候我們去做圖的時候 看起來很容易眼睛花掉 所以這時候 我們尺度界線 就會 60度的 起斜 拿出來 再標準 這樣OK哦 好 這個比較少見 但是好像 考題有一題 有 再來 中心線 輪廓線 可以當作尺度界線 就是這個 這個重要 打一個五顆星 這是考題哦 我現在講的考題 是你們考公職單位人員 或者是學校斷考 或者是紀念檢定的考題 如果你沒有辦法像我看十幾年 二十幾年的 那你現在就聽我講 拒絕 吃我的硬窩 這個叫中心線 中心線是一點系列線 延長出來 可以當作尺度線哦 對不對 它可以把它拉出來 當作尺度界線哦 這個重要哦 OK 好 如果你也可以標在裡面 但是輪廓線 就當作你的尺度界線了 OK哦 好 講完 重點是什麼 再來 尺度線有一些規格 來 標材是尺度界線 對不對 兩關 是細時線還是中線還是初線 細時線 對 0點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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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規定 但是你們用手畫 只能畫出0點幾 0點幾 0點3 對 細線 所以你畫這個尺度界線0點3 中間的尺度線也是0點3 請你圈起來 細時線 尺度線跟尺度界線有沒有垂直 有 有 90度垂直 對不對 這裡有一個重點哦 你在畫的時候 不要畫太小哦 好 尺度線的間隔大約是至高的兩倍 至高兩倍千錢 來 打五顆星 五顆星 中央 五顆星 中央 中央 至高來了 各位同學 至高多高啊 不知道 英文字母 寫上去 寫上去哦 貨數字 是0.25 寫上去 但是中文字比較大 如果是A3圖子 中文 寫上去 0.35 有沒有 寫上去 0.35 0.35 0.25 還沒開誰 講錯 0.25 太小了 2.5 有 怎麼可能 0.25 還沒 0.25 0.25 太小了 3.5 0.25 1 寫上去 人 人 人的手沒辦法寫那麼小 太小了 又不是作弊 對不對 有沒有看過同學做小超 有啊 超小 我有抓過 過一 好 再來 所以這個至高 就是看你的 如果是英文 或數字2.5 2.5乘上2 大約是多少 5 5 來自己寫一下 5mm 5mm 現在寫看看 5mm 寫上去喔 你要寫一次才有印象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我當時在說你 好再來 各位同學 尺度界線 有沒有突出尺度線 有 突多少 2到3mm 穿起來 這個重要喔 有幾個重要的東西 很愛考 這個打星號 五顆星 這個 輪廓線 中心線 不可以做尺度線用喔 這個五顆星喔 這個五顆星喔 這一個 箭頭的畫法 箭頭的畫法很重要 我現在同學畫的箭頭很醜 箭頭 幾度 幾度 二十度 二十度 有沒有看到我的手 這很好記啊 箭頭是不是長得像手 二十度 對不對 這個H是多高 H就是自高 這裡 這裡 H牽起來 H就是自高 對不對 對 再來 所以要廢話喔 所以這個H自高 就是 2.5 好 欸 這個怎麼會有小點 你猜為什麼 你猜 因為 你猜 太好了 這個是 你女兒 你是魔女兒 是啦 智商超過200 因為這裡畫箭頭喔 全部擠在一起 不要這樣畫 用點邊 這有幾點 兩點 兩點 你有幾點 好 兩點 兩點 每個人都有兩點 記起來喔 來 小圓點 因為這裡太狹起了 狹窄了 牽起來 牽起來喔 我都講重點喔 這個我們會用到喔 這個我們會用到喔 好 你看這一頁講完喔 好 書寫的方向 數字怎麼擺 這有幾個重點喔 這個絕對是重點 打一個五顆星 水平方向的尺度數字 朝上書寫 所以它寫在尺度線的上面 請看 這條線的上面 不可以寫在下面喔 OK喔 好 再來 朝左書寫 如果你的尺度線是垂直的 你字要寫在線的左邊 這個很重要喔 補貼心 我看有沒有人做 這麼多年以來 還有人會寫在下面 我怕他都寫 他會反過來寫 有的人會這樣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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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 另外一邊 分得很好 另外一邊寫在哪邊 沒有那麼多點 喔 A Always always 朝左 聽得懂嗎 這個一定要打心套 對不對 這個很重要喔 這個很重要喔 我已經講五顆星了喔 總是朝左 這樣知道嗎 你一定要怎麼會往左邊還是往右邊 往中間 往中間 正常 不要考慮這個 超左 與尺度線約1m組 有的地方是斜斜的 像這個線尺度線是斜斜的 你有沒有發現它就要稍微朝右 所以的規範在這邊 這個打一個心 有沒有發現這個上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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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線的朝左 一旦過了這裡到這裡的30度 才可以朝右上一點點 這樣知道嗎 你要把它當作一個時鐘 OK 再來 然後這個就是標註的方法 有沒有看到 利用這個原則 標這個地方 這很重要喔 朝左 除非是這個地方 一點點才會長 OK 再來 這裡 第四點打一個心話 盡量避免 穿起來 盡量避免什麼 盡量避免把你的尺度線裡面的標註的數字 畫在剖面線裡面 盡量 因為這時候畫剖面線 你要先標註 在剖面線在畫的時候要跳過 要挖掉 這樣知道喔 這樣是盡量不要這麼做 如果我來標 我來拉到外面標 這樣OK喔 這個盡量避免喔 它雖然有 這是下下側 下下側 好不好 好 這怎麼可能一節各角 再來 反而不能 喔 這個是在講指 指線跟標註 指線標註有兩種角度 60度跟45度 不可以用太小喔 指線就是剛才我說的這種東西叫指線 指線 指線在哪裡 這個 這個叫指線 這個角度是60度跟45度 有規範喔 好不好 來這裡把它圈起來 60度跟45度 圈起來 細時線 細時線 就是你們的0.3 自動鉛筆 細時線 再來 拉出來 指線拉出來 一定最後是水平 這條是水平 水平上面就會放注解 注解的文字跟下面的那條水平線 大約等長 我們看這裡怎麼講 這裡 畫線 注解寫在水平線的上方 上方圈起來 你不可以寫在下方喔 水平線 一定是水平線 有沒有可能 注解是寫斜斜的歪歪的垂直的柏柯林 而且大約跟注解等長 大約跟注解等長 圈起來 我們看下一個例題 他這個稍微多一點點 就是大約 有的人這裡寫得很長 好不好 不好 OK 這是特有的注解 像這個是什麼 我剛剛講的 這叫什麼 什麼度 追度 質線 指線跟注解 這叫一般注解 什麼叫一般 你把一般圈起來 一般注解就是一個頭上有多處圈子來 太多了 我每個地方都要註解 我會註解得很累 所以我就乾脆寫一段話 把所有註解用一段話描述起來 這樣是不是省時又省力 對不對 你喜歡這個女生你用千年外語講述我愛你 還不如一句話我愛你 對不對 OK 你看這個地方有好多圓甲 這地方有圓甲 這地方有圓甲 兩個 這地方有圓甲 三個 這地方有圓甲 四個 我如果寫註解要寫四字 你把對這個女生的愛用集結在一起 用一句話表示就是在這邊 圓甲均為R5 R是什麼 半徑同平 就是在圓甲均為Rradius 抽起來 所以才這樣好啊 你喔 再看一次喔 尺度線標度的文字數字都是在朝左 對不對 以前我們男生開玩笑 請問你是左中堂還是余右刃 余右刃 表示你尿尿往右邊偏 請問你是左中堂還是余右刃 回答不出來 都有 誰都有 有 對對對對 住那個一人 一場 來 哦 長度有水尾 哦 標柱這樣子 哦 標柱可以這樣子 太小小怎麼辦 拉出來 可以標在外面 對不對 也可以放在裡面 放到外面 老師這個太小了 不好標 有辦法嗎 誰說地上有毛 你們在上機械製圖實習 怎麼會講到毛 肌肉很有硬 哦 誰背上有毛 誰背上有毛 汗毛 好來 我們繼續看這個 哇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裡講的重點 就是說這裡老師 這裡有交錯 你把這裡的圈起來 有交錯 為什麼需要交錯 因為它連續 狹窄部位 圈起來 你看這裡 太狹窄 太連續了 所以我這時候 不僅用小圓點 還記得剛才我女兒答對的小圓點嗎 對不對 不僅用小圓點 我標注的尺寸 還用上下錯 高低兩排交錯 這樣子的 好 再來 有時候 有時候 靈角跟圓角 因為去角的關係會消失 請看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會把這兩條輪廓線延長 交點 交點用小圓點 然後標這兩個小圓點之間的尺寸 這個是給現場的加工人員看的 你要會做的 好不好 所以 所以這個東西 也是用細時線描繪 細時線 圈起來 拉一個箭頭 大家看這邊 這都是細時線 這都是細時線 這交點 交點 小朋友 我覺得這個畫得很好 它這個綠色的細時線 有沒有跟輪廓線相連 沒有 你看這個有沒有相連 有耶 你看你的特別有沒有相連 好像有相連 反正我看起來這是相連 不曉得是怎麼樣 不可以相連喔 要有1mm的間隔距離 來這裡把它註解一下 不可相連 趕快寫信給出版商 說我發現了 這地方好像連起來囉 他就會給你獎勵 真的 你叫刊物獎金 刊物 你把它找出錯誤跟他講 他就會修正 他會送你衛生紙 好來 好來 角度尺度 角度尺度如果是圓虎的話 你的圓心一定是要 這個地方 這個一定是要圓心喔 來 旁邊寫一下 一定要是圓心 必為圓心 對 為什麼要強教這一點 因為有的同學齁 慶蔡威 他會隨便拿圓形模擺 浪化 我們看起來就很不像一個 合格的 披薩塊 這樣知道嗎 這個必須要是漂亮的 披薩塊的圓心 披薩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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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是對頂角 這個叫對頂角 我標在裡面不好標 你可以標在外面 這叫對頂角 知道什麼是對頂角嗎 知道喔 數學有教嗎 叉叉跟叉叉是對頂角 三角形跟三角形對頂角 對不對 三角形跟叉叉什麼角 同位角 看得好呢 你們這一班真的水準有 或其他班有的同學 不知道 回答不出來 完全沒有互動 你們班水準相當高 好來 如果圓或 這裡 圓或大於半圓的圓 這個圓圓 這個在講什麼 各位看圖律就清楚了 請看這邊 有沒有呢 他們大於半圓 有 這是等於半圓對不對 等於半圓也算喔 等於半圓也算喔 來這裡寫一下大於等於 等於半圓也要算喔 他這裡我覺得 應該文字再精練一點 精確一點 大於或等於 像這樣 現在寫喔 有些東西課本上講的 有點讓人誤會喔 怎麼標注 要不這樣標 標的時候一定要通過 像如果你標這樣 標通過圓區 如果不好標 拉出來 標 三種方式標 這個直徑符號 我個人覺得這個PPT有錯 這是另外一個希拉字母 你應該把它 我不知道怎麼課本 長什麼樣 一個圓圈中間 一個圓圈中間 一樣 那表示這個畫錯了 他畫怎樣 中間衝過去 這樣 這個其實 他應該要這樣 發音是這樣 這個有誤 OK 你們發音的大小 高度跟數字相同 所以是多少 2.5m 不可以畫很大 小朋友 你的發音這麼大 2.5m 這叫不對 這叫不對稱 對不對 大雞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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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好 還是這樣好 大雞雞 左邊好 右邊好 左邊好 右邊好 錯了 這樣不對稱 不對稱 你走路會傾斜一邊 我不可以 這樣 請你糾正 請你糾正 OK 再來 這個很重要 這是廢話 Y跟20差不多大 重點第三個很重要 打五顆星 標直徑的時候 要標在非圓形式圖 來 請看 這個是前式圖 這個是右側式圖 從右邊看過去 我們會知道 有一個正方形方柱 還有一個圓柱 結果他標這個圓的直徑的時候 請問他標在這邊還是標在左邊 標在左邊 這個也是非圓式圖 標在這邊 讚 這樣知道嗎 標在這邊 OK 來 這個重點 三 就是在講這個東西 現在要換 好 如果是孔中心的位置圓直徑 這樣 這樣標 通過圓形 你看喔 這個都是中心線喔 這都是一點系列線喔 有沒有發現 他顯示這四個孔都共圓 這叫一點系列線 我現在講一點系列線 同學聽得懂嗎 聽得懂喔 旭寶哥有沒有聽過一點系列線 沒有 你看我的手 一點點 點 系列線 點 系列線 點 點 就要一點系列線 等到我們去畫的時候 你會畫 對不對 你有沒有養過雞 雞 沒有殺過雞 沒有殺過雞 雞有沒有跟你講話 有 講話就是這樣講 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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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你有沒有餵過雞 我小時候養過雞 雞 小雞最怕什麼東西 小雞最怕蚊子 蚊子會咬小雞 對不對 第二天都是包啊 很可憐耶 怎麼辦 你們細胞科怎麼教你呢 殺他 殺他 你以為他被蚊子拼就殺他 你不要生小孩 女兒 沒有問題 生你的女兒出來 蚊子被 不是 女兒被蚊子咬 我講錯了 蚊子被女兒咬 女兒被蚊子咬 麻煩就把你殺掉 有病 你超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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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飛員4.5 再來 也可以這樣標 真的自己看 我們實戰 再來 半肌腑 也是一樣 差不多大 對不對 拍起來 不可以省略喔 圈起來 高度跟數字相同 圈起來 浩化重點 半徑的尺度 自在圓心 還有圓虎之間 為圓 折 有沒有 欸 這裡半徑尺度有一個很重要 半徑尺度一定是從 圓虎的圓心 往外射線 你那個箭頭 不可以指向圓心喔 這是很重要的一點喔 來打星號喔 有的人舞人家這樣標喔 有的人這樣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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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對 大家知道喔 要從圓心往外 只到圓虎 OK 這樣才對喔 有沒有看到 大家都指圓虎啊 喔 基本上 基本上 這個就是你的圓心 但是如果你的圓心太遠 我們就要用其他方式表示 請看 對準圓心 來 對準圓心捲起來 來 這個啊 絕對是圓心的方向 但是這個尺度 線可以縮短 對不對 可長可短 適當長度就可以了 你看 如果這裡是14 你覺得這個要多少 幾倍 1 2 3 3倍 14乘上3 52 他80耶 表示 42 14乘上3 42 42 欸 怎麼這麼短啊 對不對 80應該這麼長吧 他縮短了 這樣知道喔 所以可以縮短喔 圈起來 圈起來 重要 因為你這個時候拉到圓心太長了 因為你這個時候拉到圓心太長了 拉圓心 走來 有 有的人 看這個16 圓五 半徑太小 尺度線可以拉長 有沒有看到這樣 拉到外面 不要R5 這幾個都很小 我們會拉 這樣知道喔 好不好 好 這個重要喔 OK 然後再來 這一個 哇這個一定更長了 你看這個300耶 300 哇一定是 你看這個圓心喔 是在這條線上某一點 它為了縮短 你看它 就縮到這邊來 弄這個箭頭這樣表示 這樣知道喔 來 所以 這裡的重點在講這一個 在箭頭的指度線 必須對準圓來圓心 來 對準圓來圓心 所以問你 這條線延伸會碰到圓心 還是這條線延伸會碰到圓心 你猜 這條線延伸會碰到圓心 還是這條線延伸會碰到圓心 我的左手還是右手 左手 左手答對了 這一條線延伸會碰到圓心 這樣知道齁 這個 這個只是 簡單的表示方法 這樣OK齁 這樣我就會知道 這一條線延伸 到某一處 就會跟這一條線交在一起 重要 哇 能不能講 來 SR S就是球面 打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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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講的第幾頁啊 可不可以講完 真的 這麼快了還沒辦法 你知道球面 為什麼叫S嗎 查出來 這個東西 就叫做球面 有沒有人會念 PH發什麼音 PH發什麼音 PH Bfear Fear Yes Excellent Mavulous Good job What's your name Yu дел Yuji Dō Yuji Dō Yuji Dō Yeah I'm glad to know you Yuji Dō You know how to make pronunciation Yuji Dō Good job All you maar S 圈起來 S 球面的直徑30 球面的半徑60 R是半徑 OK 虎藏符號是這個 圈起來 哇 這就是虎藏符號 你看也是差不多跟數字差不多大 對不對 表示這一段長度就是虎藏 虎藏長度36 這樣會算齁 虎藏會算吧 虎藏就是圓州的一段 圓州怎麼算 圓的圓州怎麼算 你 哇 太長了 你馬上都講出來 實際才上拍 你什麼國中 我要大大誇獎你 南科 南科國中 南科實業中 老師教得好 優秀 我曾經報過我的圓州 圓州不會算耶 這個要互相平行 來 寫一下平行 這要平行 為什麼它是平行 其實這些沒有平行 它都有指向圓心 但是這個是平行 對不對 因為它是一個非連續的虎藏 只是某一段 而且它的圓心角 小於90度 所以像這樣的話 我的尺度界線就是明顯 這樣知道齁 那如果是連續的 我才會指向圓心 指向圓心 指向圓心 這叫圓心湖 共圓有沒有 就像一個賽車一樣 你看 這個就是 一點系列線 這就是一點系列線 旭寶客的妹妹 有沒有看懂啊 這像不像你養的雞 雞頭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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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怎麼標紅茶 一路標下來 用箭頭 一定要 我現在講重點 你趕快畫起來 圈起來 再來 方形 應該是正方形 前面寫一個正 正方形 講不完喔 這叫正方形 每一邊都是20 這樣表示好了 你不用四個邊都標 這樣好不好 要暫停嗎 暫停 現在